大家好,我是月水網編輯總監學良 我今天所要介紹的是 佩納海今年最瘦著目的一款萬表 叫做BMG Tech 這個系列有兩大特色 第一個是專業潛水表 第二個特色當然是材質上的創新 首先我們從工能面來講 這個系列入名的 Submersible這個系列 雖然是佩納海旗下的專業潛水運動表 所以它具有300米的防水 而且它的外型上延續了Lumino系列的經典風格 譬如說比較當代的表格設計 整形大表鏡的外觀 它的表格直徑是47毫米 另外最醒目的是在右側的部分 它有一個龍頭護鎖 這是早期潛水表為了能夠增加防水性 而特別增加了一個安全的設計 我們稍微啟動一下 你要調校時間的時候 就把上面這個護鎖打開 它這邊有一個安全鎖 把它打開 然後你可以把它龍頭拉開 你就可以調校它的時間 它調校的部分分成兩段 第一段的部分 它是調校你的小石指針 可以順調跟逆調 而第二段 你拉到底的話 它就可以調校你的分針 這個是佩納海獨門的設計 龍頭護鎖的設計 除了增加防水的可靠性之外 在造型風格上更是一絕 另外這個表背 它是做了一個磁型底蓋的設計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1860年 佩納海創造的一個年份 另外上面也有當年佩納海為意大利海軍 這個慢速魚雷這個部隊 這個生產鹹水錶的一個紀念 它也都雕刻在後面 那講到材質的部分 這是今年最大的創新 因為我們知道佩納海這幾年 在許多材質上面的進步 它有做了非常多的嘗試 譬如說像銅錶或碳纖維 這個獨門的碳纖維技術 這個CarbonTag等等 這一次它是採用了一個全新的科技 BMG-Tag 它有五種合金所構成 包含這個 鉤金屬、鈦、鋁、銳、銅 這五種合金融為一體 因此可以讓這五個金屬的主要元素 跟它的優點都集於一身 譬如說它的輕量化、它的堅固等等 可以比較抗過敏等等 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於 它的成型技術 跟一般我們鑄造成型技術 有一點不太一樣 它採用了一個高溫之下 在一個極速之下冷凝的技術 那這樣的做法是為了什麼呢 是為了讓這個合金它的分子的排列 不像一般的金屬一樣 它是規則排列 而是不規則的 因此在這個過程中 不規則的排列 反而可以增強它的結構的強度 這也是這個BMG-Tag合金的一個特色 好 那今年主要的 它這個BMG-Tag這個技術 它的創新 合金材質用在兩個地方 包含它錶殼本身 以及它的這個單向旋轉錶圈 那甚至於你可以看到 當然它單向旋轉錶圈 是我們專門為了這個 潛水運動的設計 讓你可以很容易掌握在 水中潛水的一個時間 它是只能單向不能逆向旋轉 那另外上面呢 當然也有這個所謂的 這個Superluminoma 這個夜光的這個塗料 包含它的指標 以及這個石標上面其實都有 所以作為一款專業潛水表來講 它的防水性 它的耐用度 以及它的夜光 這三個部分它都做得非常的好 那它直徑47毫米 那定價呢 以台幣來講 它是33萬1000 而且它採一個限量發行 所以我想這個對於佩南海來講 愛好的來講 這支應該會是今年最想要收藏的一支 這個特殊這個題材的一個萬表 推薦給大家 好 好 好